大家好,我是高宏安竞选办公室发言人徐千秦 关于林冠年候选的酒驾事件 民众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已经完成了案件调查 并参考案件关系者的说法,做出了评议裁决 民众党就事论事,依据党内的法治以及规则进行了评议 捍卫自己坚信的价值 并且依照规章将林冠年撤销提名,开除党籍 以彰显本党仿制酌驾的决心 但这次事件让我们看到原来蓝绿两党可以为了打击对手合作 而且说法非常一致,很有默契 可惜这种默契放错的地方,如果不是放在选举抹黑上 而是放在台湾的公共政策以及国家利益上的话 相信台湾的发展可以比现在更好 未来高宏安与团队也将持续把精力放在政策上 专心联听市民的需求以及声音 把口水站白一边